其實話要跟各位講,大概分了兩個部分 所以我們很簡單的就是二分法 其中以前就是Excel 期末以前就是Photoshop 大概是這個方向 如果你們有不同看法,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原則上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反正就是主要,因為為什麼挑這兩個,因為這 目前是最popular 最一般的 也就是說這個應該是電腦 你應該學得最低的限度了 OK,如果你這兩個都 不太熟或者甚至不會用 當然你不要說你是現代人 你不會可能就 應該是活在過去了,原始人還是什麼 OK 好,那另外的話盡量如果你還可以用得非常好 那表示說,哇,你真的是真的是很厲害,而且如果你假設 你又不是理工相關科系又可以把這些學得更好 那當然會讓人家更關目相看 我是覺得啦,盡量不要給自己畫一個圈圈 框在裡面,你就是只能怎麼樣 你就是 文學院的,那你就是只能學文學院的東西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給自己畫框框 而是應該你不知道的,你應該覺得重要,你就把它好好學習 對齁 不然的話 很多東西 是有地震嗎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特別注意,一次有部分我上禮拜講過 當然我上禮拜有提到幾個重點,就是有關證照部分 然後另外的話,其實除了證照之外,我覺得還有目前比較常用到的 就是說,Excel裡面的一些 應用面的部分 所以我可能會兩個面向,一個是有關證照的 然後一個是有關目前 最多在使用的一些相關Excel的技術 所以今天的話,也許我會找了一些實際的範例 我覺得用範例來解釋,可能會比較清楚 那現在的 最 怎麼樣 需要最多的就是 如何把資料變成 圖像化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今天 我想要把 我想要分析一個事情 所以待會你們可以找一下雲端白板上面 有一個 假如說我今天 我希望得到一個數據 就是說呢 因為前一陣子蠻常停電的 那我想知道就是說 到底全台灣 用電量哪一些縣市是佔比最多的 哪一些縣市用電量 最多 大戶在哪裡 剛好呢 在網路上 現在其實大部分資料都開放了 所以在開放資料裡面 都有這些資料 而且這個是幾萬個這種類似資料 所以你們將來如果不喜歡台電的東西 你也可以去找別的 比如說像 什麼 水電啊 或者反正基本的需求的東西 你都可以找找看 然後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想要畫個圖 因為其實用什麼方式來表示最簡單 當然如果你給人家一堆數據 人家看的一定會覺得很頭痛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怎麼樣 你畫個圖 那如果你假設是要表現 哪個佔比多 哪個佔比少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用直條圖啦 頂多是看到誰的數量多 但是比例上面 無法看出百分比 所以最好的方式應該是什麼 畫個圓形圖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比較有趣的 你如何把一些 數據 轉換成 圖像 所以現在的人其實 當然會喜歡看圖像 所以你給人說 假設你今天看了一堆的 數字 你一定會覺得說 那個 數字背後到底什麼意思 我沒辦法理解 那另外呢 現在甚至在Excel裡面有個工具 新的工具 他甚至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數據 發生的地理位置 用那個 就是 有沒有 地圖來呈現 甚至還可以調角度 這個我是大概調一個角度把它截圖 也就是說我可以把這個數據 放在地圖裡面 然後呢我就一目瞭然說 哪個地方用電量最多 像我們桃園其實用電也是大戶 像高雄也是大戶 你可以把 那個柱狀圖 在地圖上顯示出來 那這樣感覺 就好清楚 人家一看就知道 原來哪裡用電是最多的 所以 諸如此類的 甚至 你 凸顯 那為什麼 這些地方 用電會這麼多 那你當然一開開可以再追究一下 基本上當然 目前用的最 用電量最多的 其實好像跟那個什麼 半導體有關 因為像那個台積電 他們只要運作 他們其實那個耗電量就會非常的大 OK 這個變成說 所以之前常常停電 就有人提議說是不是要把台積電關掉 這樣就不會缺電了 可是後來人家會罵他說 你關掉台積電 那台灣的經濟不就垮了 因為其實 半導體 佔台灣的那個 產值 大概至少會是 百分之六十 等到三分之二左右 所以 台灣的GDP 如果假設沒有 半導體的話 大概 應該會少百分之六七十 不見了 整個景氣大概 那不得了 如果沒這個東西 台灣還剩下哪些東西 所以可想而知 那你就不應該說 為了 某個東西 而去 所以請各位待會看一下 所以 當然除了說這個之外 我後面還有證照考試題 那我想說 我們先舉一些實際的案例 讓大家了解一下 然後呢 後面再 再講一些有關證照的題目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先到雲端白板上面 幫我找一下那個 就是第一個 列習題 這個網址還記得吧 GG.GG 後面加什麼 斜線 然後Digit To Edit 這個網址請各位務必要記下來 以後的話基本上 一直到期末 都會用到這個網址 我會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放在這上面 連進來之後的話 你們找 因為我分兩個單元 一個單元是Excel 一個單元是Photoshop 所以你就打開Excel 然後雲端白板裡面 找到第一個單元 然後稍微看一下 今天的話我們主要是先針對 那個 政府的開放資料 裡面找一下 開放資料它的位置 其實很簡單 你就打 關鍵字開放資料 然後直接在Google上面 輸入上去 然後你會發現這邊政府開放資料 那我那個台電的資料怎麼找的 其實很簡單 你在這邊搜尋 台灣電 或者是說 我主要是從這邊 全部資料集 裡面 當然如果Excel直接可以用的 就是這個 CSV 檔案格式 CSV 然後我是按照那個什麼 好像是 下載次數 由多到少 因為我想知道哪些是 大家最關心的 這個內容 所以我就找一下 這個下載次數最多的 由多到少 排序一下 那我看到 大家最關心的第一名是 股票 OK 其次就是 台電的那個應該是這個吧 OK 看一下是不是 台電的這個 不是 應該是 這個有個台電的 然後 這好 本年度 應該是這個 就是 鄉鎮市的用電 統計 OK 所以 因為這個前面的好像 電價成本 這個不是跟我們 因為成本的話當然 也蠻重要的 到底哪一些成本最高 發電比如說我用煤啦 用石油啦 用天然氣 用核電 哪一個 是最貴的 OK如果各位有興趣 甚至用太陽能 用風力 那他的成本 哪個最高哪個最低 其實這應該裡面也有啦 只是說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從這裡面 抓那個最 實際的 答案 OK 這個是一手資料 那我主要是針對這個 鄉鎮市的這一個 你們可以打開 那這邊的話 他就涵蓋 這個是110年的 全年度 這個是去年的 也許我們乾脆就拿這個也可以啦 去年的來看看 哪一個 哪一個縣市用電量最高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